歡迎大家收看《歐聯最精彩》 今集跟大家看看兩場大戰 最近的歐聯有很多奇蹟事件發生 包括雅跡事後群證 又有PSG 出局鼓勵不了 嚇死人之甚麼恐懼證 所以很多強隊就算在首回合 拿到很明顯的佔先優勢 來到次回合也會變得緊緊的 上個星期有很多光怪離奇的事件發生 所以這星期的十六強次回合 四支球隊 今天要和大家看的 左仁達斯對著馬體會 還有就是曼城主場 再次迎戰燒黑零四 早安達斯 其實有點像是紅魔鬼的情況 首回合他們落後零比二 但他比較好, 次回合是主場 而上次曼聯 主場輸兩球 次回合 初刻 都能夠奇蹟地出師 那班總雲達斯 男主角一定是施朗拿到的 尤其是近期的新聞 你也要留意到 黃馬在歐聯出局 聯賽又不行 結果教練換了一個又一個 要叫施丹回來幫忙 除了沒有施丹 沒有施朗的黃家馬德里 在歐聯也變成 不是決賽或者冠軍的常客 而是十六強出局 相反今屆擁有施朗拿到的 祖雲達斯 歐聯可以走得多遠呢 要看這一場 繼續 聯最精彩 這一部分我們會留意 曼城對著小黑04 兩支球隊在聯賽不能比 曼城 在英超每場都贏 現在力壓利物普彩 綁手 聯賽杯冠軍剛剛也贏了 小黑04在德甲要護球 距離護球的安全線 只有四分是距離 一隊在頭, 一隊在尾 但偏偏十六強首回合相遇 打得很緊湊 最後… 歡迎大家收看歐聯最精彩 這一集我們看了 可以說是見證 今屆八強最後兩個席位的誕生 之前的歐聯賽日 施朗拿到成為了最佳男主角 一個人入三球 幫老婦人祖雲達斯 逆轉形勢 搞定了馬德里體育會 意味著今屆西甲 近年由於皇馬不斷塌塌塌塌 贏了歐聯冠軍 但來到今屆歐聯比賽八強 最後希望只剩下巴塞隆拿 可否入到八強 他們是唯一的西甲希望 至於法甲方面 法蘭聖夜宴門出局 看看李昂又如何 他的對手正正是巴塞隆拿 巴人對利物浦 也是這個比賽日來說 焦點所在的大戰 巴塞隆拿 會否趁皇家馬德里 今屆暖暖地十六強出局 今屆有機會再贏歐聯冠軍呢 星期三的兩場歐聯 我們正間會由安眠球場開始 這場的雙鴻梅 利物浦和白武離開 是踢成零比零的 雖然文妮、沙娜、廢明路的三叉擊 仍然具有威脅 但是硬是進不了球 相反, 拜仁呢 在高華教練帶領之下 希望回到主場 好, 看 賽前有人說 你猜不到吧 巴黎聖日耳門 是可以被曼聯淘汰出局的 用這個邏輯 可能你也未必會猜到 李昂一定輸硬 對著巴塞隆拿也有機會 畢竟首輪都是0比0 分組賽的時候 李昂贏過曼城 主場那次又不輸給曼城 雖然和球比較多 分組賽來的時候五場和球 好啊